君子蓝在花期啊非常容易出现夹剑的情况 一旦夹剑不仅花剑难以抽出 如果花剑腐烂在这个叶芯中间还容易导致烂芯的风险 那么如果君子蓝夹剑呢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首先一定要找发现才能够早解决 如果等到已经开花这个时候解决就已经迟了 方法呢主要有两种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给它进行完全的遮光处理 把它放在一个完全阴暗的地方 不要给它见任何的光照 那么持续几天的时间 在这期间呢我们盆土也要偏干一点养 这样几天的时间呢 它大概就能够抽出花剑出来 如果过了几天的时间 发现这个花剑还是抽不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第二步 那就是给它进行脱盆处理 脱盆把一些烂根空根修剪掉 然后呢给它换上新的土壤重新栽种 那么这样有利于抑制它的营养生长 让它能够进行生殖生长抽出花剑出来 这两种处理方法呢都是比较常见 而且呢效果比较好的方法 大家千万不要去听信一些浇啤酒水等土方法 这种方法呢不仅对于抽剑无力 而且呢还会造成花根损伤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